他要求是三二十度分之 更到三千 要cos二十度分之一的值 這個題目比較特別就是說 你這個三二十度不知道多少 cos二十度也不知道多少 因為它不是特別教 那這個要求看起來很難 那我們要怎麼做呢 就是說你先把它做通分 通分了之後呢 那等一下上面就會有 可以用正義寫的疑惑 所以你先把它通分之後 再用疑惑的方法來做 所以你這個上下就成為cos二十度 這上下成為sin二十度 然後就會變成sin cos二十度分之 這個是更到三cos二十度 這個是sin二十度相減 那這個地方 你再用疑惑的話 這個a就等於更到三 b 你可以選1也可以 你用sin的x減系的 不一定要用加的 所以你用減系的的話 那你就會得到這個 就是說你現在要寫的 是你的rcos的x減系的 那你的r當然是更號的 r是更號的a平方加b平方 這個做法 為什麼r會等這個 這個跟前面的那個想法一樣 所以你用那個推一下就出來了 好 那我們在這邊就直接做了 就是說你這個更號三這個e 那提出更號1平方加b平方 就更號三的平方加1的平方 那就更號4就等於2 所以提出2 提出2之後變成這個樣子 那這個cos這個可以變成sin 這個看來sin幾度 sinC大 那這個就cosC大 所以sinC大是2分之更號3 cosC大是2分之1 那這個當然都是正的 這個第一項線就可以 那cosC大2分之1當然是60度 所以找到60度就是上分之胎 60度也可以來用這個度 好 就是sin60度cos60度 那這邊就會變成什麼 sincos-sin 就是sin的α-β sin60度-20度 那sin60度-20度呢 其實就是sin的40度 所以上面會變成sin40度 那底下這個分母的話 它本來兩個相成 那不要忘記 40度跟耐力沒有關係 油是20度的兩倍角 那sin的40度 可以變成兩倍的sin和sin 就是兩倍sin20度和sin20度 所以呢 如果這裡 這裡給它乘一個2 再乘一個1分之1的話 那這個地方 它就會變成sin的40度 它就會變成sin的40度 那sin的40度跟sin的40度 可以約掉耶 那你的原本還一個2分之1 翻上去 就變成2 本來除以2分之1 就變成2乘以1分之2 2乘以1分之2 當然等於4啦 這個答案就是4 大概有問題